我請問你 我們也沒有通報 你們什麼時候接到通報 來 我們請問陸委會 一度傳出請假不會出席的 法務部長羅盈雪 列席背詢 立委頓以康炮火猛攻 雙方針對肯亞案唇槍捨陣 什麼叫民粹 民粹就是事情狀況 還不很清楚的時候 就一起大家 大家一起罵 對 大家一起抗議 對 如果根據你的標準 我們外交部跟陸委會的作為 算不算民粹 不一樣 不一樣 那就有關粹 拿出外交部和陸委會報告 強烈指責大陸侵害管轄權 但對法務部報告內 未提出嚴正抗議 質疑法務部的態度有問題 法務部長羅盈雪動怒反赤 我們所有的犯罪 通通送到中國的法院去判刑 通通送到中國的監獄去關 你的結論就是這樣 我們也不要檢察官了 我們也不要法院了 我覺得你真是可恥 我以為這樣講話才是民粹 你再講一次 上來 您這樣講就是剛剛您講的民粹 要我舉例我就這樣說 雙方火氣這麼大 就是因為台灣詐騙集團猖獗 刑責卻很輕 2011年刑事局針對詐騙 和東南亞國家同步發動行動 跨境打擊詐欺 當時逮捕598名人犯 台灣人犯就有122名 號稱空中監獄 花錢出力 大動作分批保機回台 結果地院審結 只有一人需要入監 其他通通侵放 法務部要去研修這個刑法 看要不要去修改他的刑度 那這些部分我們這個修法的 這個想法也會出來討論 一罪一罰之外 能不能再加重其刑 然後讓收到嚇阻的效用 基本上我們現在的法律是完備的 那只是說法官在適用法律的時候 應該要考量到這個案件的 被害人的一個多寡 如因學承諾 會盡快派檢察官去大陸溝通 國內修法卻急不得 但顯然民間聲讓無法接受 慢慢來 國內外司法困境 就看法務部如何解套 至於陳嘉宏熊智夜影 莊良號 臺北報道